大家好,我是Ringo Seng 全新多人多不約黑泊民項目 Bayview at the Village 售價42萬起 如果想選擇到心儀的單位 和更多發展商的優惠 請致電647-638-9210 現在一小步為前景曝露 Greenlight Canada 過去15年來 辦理超過22000宗成功移民個案 處理各類移民項目 經驗橫跨加拿大 信譽良好、價錢公道 聯絡我們獲取最新移民資訊 Hello,我是Fanny Fanny Lee 多倫多地產經紀 服務大多區已經超過15年了 所有關於房產的買賣、 樓花、樓花轉 你都可以隨時找我的 你可以WhatsApp我 我和我的團隊 是一定可以幫到你手的 我是CatsLab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從事房地產買賣和建屋 我的專長是根據不同客人的需要 為他們度身訂造 最適合他們的地產投資組合 如果你和我一樣 都這麼喜歡溫哥華的話 而你又有需要 可以打給我的 好,歡迎大家回來 《住家財經》 今天繼續有Joe在這裏 這陣子看到美股 都是又是很… 唉,跌到大家的心都離了 我看到朋友這樣發出 之前賺我 現在就輸到HiHi 那究竟是否就是 你之前在其他影片說過 真是預計通脹來臨 或者整個世界局勢 現在有什麼影響 股市市場呢? 一定要跟大家說 就是說這個 這次美股也好 港股也好 或者很多環球股票市場 有些小動盪的 我沒有說到 又再說股災 或者這麼誇張的用詞 但是動盪就難免了 不過這次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這次動盪的來源 來自什麼呢? 來自一個的新興市場那邊 也都是我之前呢 如果大家有看開這個 《主家財經》的短片 其實我已經不下數十次 就提過 你出得來走 就要還的 那要還包括什麼呢? 包括就是那個通脹上面 其實是印這麼多的銀子 或者是由四萬多億 美國特別是印到七萬億樓上 其實是出得來走要還的 那究竟還在哪裡呢? 會發生在什麼事身上呢? 其中一個就是 說的是那個環球的通脹 那第二呢 也都說的是 很多這個新興市場 或者小的經濟體系 是吃了 而大家未必知道的 那這次呢 就出現了一樣東西 就叫做土耳其的經濟 又出現了一個亂局 那這個亂局呢 是可以用一個故事形式 告訴大家 怎樣出得來走 又要還 也都可以告訴大家 去到最後 是如何影響到 這個其他的經濟體系的 那我們先看一下一張照片 那這個呢 就是叫誰呢? 這個是埃爾多安來的 這個是土耳其的總理 埃爾多安 那發生什麼事呢? 他剛剛呢 在星期六呢 就罷免了一位 就是主張加息的鷹派的 央行行長 阿巴爾 那當然呢 就是他們那個 的 央行行長呢 其實已經是說的是 十八個月之內呢 就換了三個的了 那換回另一個呢 主張可以減息的 央行行長 不過呢 我們可以看一看 究竟被他罷免那位 阿巴爾呢 究竟做了些什麼事 那這一位呢 大家可以看到 畫面上面 這一位呢 就是阿巴爾了 那你也可以看到 這個的圖片呢 就是台灣的圖片 那所以他說 哦 幾多馬 幾多馬呢 那幾多馬呢 其實是說 去到幾多厘的 就是total 去到幾多厘的 那你會看到 就說 哦 土耳其 其實加息呢 是加了 就是他 加了八厘的樓上 那已經去到 這個的十九厘 那另外一位呢 就是巴西 和俄羅斯 那分別的息率呢 也都加到 2.75厘 和4.5厘 那這個呢 大家就會看到 喂 為什麼 美國就在說 梁寬QE 講無限的QE 歐洲 日本都在說QE 但是為什麼 就是某些的國家 某些的新興市場 還是瘋狂的加息呢 那這件事呢 就非常之有趣 或者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講給大家聽 哦 也都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當它加息的時候 就是加到19厘的時候 那發生什麼事呢 不是說那個貨幣升跌 那麼簡單 而是大家擔心一件事 就是當這個 美國的加元息 這一位的 就是阿巴爾 土耳其的央行行長 前央行行長 阿巴爾加元息之後 那埃爾多安呢 就炒了它了 炒了星期六呢 就是講的 3月20號 就炒了這個阿巴爾 那埃爾多安炒了阿巴爾之後呢 那市場呢 是怕什麼呢 哦 怕究竟 這個土耳其 會不會回復減息呢 那所以呢 那個土耳其的里拉呢 就急跌的 我們可以看下一幅圖 你會看到 當那個里拉急跌的時候呢 很多的市民呢 就走去換錢 那換回到美元 那當然呢 就是它炒完阿巴爾之後呢 市場是立刻出現一個動盪 出現動盪之後呢 其實它曾經說過 我們不會有外匯管制 也不會有資金管制等等 但是不管 你看到那些土耳其的市民呢 一樣照去換錢 換完錢之後 有機會會出美國 會出土耳其 會去美國 會去美國 會去其他地方都好 那呢 好了 究竟那個發生是怎樣呢 整件事情 為什麼土耳其要加息 加成8厘呢 那也都加到去19厘 就是加到去19厘那麼高呢 那為什麼這麼誇張呢 那我們其中一件事呢 一定要看呢 就是看它的通脹 那下一幅圖呢 你會看到土耳其的通脹呢 我們一直會講的 那你會看到土耳其的通脹呢 已經超過15%的了 那為什麼一直會講超過15%呢 那我們看下一幅圖 然後呢 就會慢慢合在一起講 那這個呢 就告訴大家 土耳其那個的央行呢 在18個月之內呢 是換了幾個的央行行長 那你會看到呢 那剛才那一幅呢 就講的是CPI呢 土耳其 那你也會看到 喂 它一直加息 包括最新的那個 埃爾多安 加了超過8厘啊 的任內 那一直加息 但是土耳其的通脹呢 都一直去升 那為什麼呢 那我們可以看回呢 就是 一些的解釋呢 就是 其中一個東西 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 整個過程是怎樣呢 講一次 就是 美國呢 是推出量化寬鬆 那美國推出量化寬鬆呢 結果呢 就是美元呢 是大跌的 OK 那美元大跌的同時呢 換來這個大中商品價格上升 也都換來這個環球的債的息率上升 那這個過程裡面呢 怎麼理解呢 其中一個東西 就是 當錢是很多的時候 那這些錢呢 是會追逐回報 那它會買什麼呢 甚至乎那些錢呢 是會預計有個通脹的情況出現 那它會買什麼呢 買糧食 也都買金銀銅鐵石 例如Bitcoin 黃金 也都例如它會買入一些的 其他一些資產 那買入資產的時候呢 那它會令到那個債的息率去下降 那這些呢 又或者令到那個債價升 因為它會流入一些的債價 那這個呢 我們會再繼續看 那結果呢 土耳其呢 就出現了一個比較明顯 和比較誇張的一個通脹 那你看到也都上升到15%的 那結果怎樣呢 那你看到這麼厲害的通脹呢 它唯有靠加息去壓制 但是加息呢 你以往那個的認知呢 當一個國家加息的時候呢 會更加多錢流入那個國家的 令到那個貨幣呢 更加升值 還有令到那個輸入性通脹呢 更加嚴重 那好了 那你會看到我們 看下兩幅圖呢 你會看到棒形圖那個的 那你看到棒形圖的時候呢 它發生什麼事呢 它那個外匯呢 這個是說那個非居住宅居民 那個capital flow 就是說不是土耳其人的資金流出流入 那你會看到呢 其實過往都有一些流出流入的 但是最近呢 開始又再流出 那這樣東西呢 是土耳其那個總理啊 或者土耳其那個財長 很擔心的一件事 好啦 那我們再看下一幅圖呢 你會看到呢 三條線 加起來一起講 那哪三條線呢 第一條線呢 你會看到呢 土耳其那個的貨幣 藍色那條線 那第二條線呢 就是講這個 它那個基礎利率 那綠色那條線 第三條線呢 就是講那個通脹 那個數的 那你會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那個通脹 就是那個月加息 那個通脹都繼續升 那就是告訴大家呢 就是這次那個危機出現呢 就是因為美國那個無限的Q2 令到很多新興市場呢 那個貨幣呢 你會看到它的藍色條線 貨幣是轉強的 轉強的同時呢 如果出現一個輸入性通脹 或者不要管它是否輸入了 總之是出現一個通脹 那出現通脹的時候 那它嘗試透過加息呢 去壓抑通脹 但是這次是壓不住 那我們看下一幅圖呢 淺色的線 就可能大家會容易看一點 清楚一點 那也是這個圖呢 就告訴大家 紅色那個 就是土耳其的基礎利率 就是19厘那個 那接著呢 藍色那條線呢 就告訴大家 土耳其的那個通脹 那以往呢 都是這樣做的了 你看到它的通脹呢 和那個基礎利率呢 是都很吻合的 哦 它嘗試呢 每次都是嘗試用一個加息呢 去壓回通脹 那有時候是OK的 那這次行不行呢 暫時還不知道 OK 那所以你會看到呢 看看究竟 如果歐美日 再印錢的話 那土耳其這些 相對上比較小的國家呢 它又可能會出事的 那我們看看下一個圖呢 你就會說一樣的就是 哦 其實這個圖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圖呢 就告訴大家 是說那個 就是美國 未來五年 那個五年期的預期的通脹 那你剛才說了給大家聽 當你一直去做無限的QE的時候 你全球 包括美國在內呢 它的通脹呢 都有機會會上升的 上升了 尤其是今次呢 是出了一個疫苗 就是大家開始打疫苗的時候呢 預期的經濟開始復甦的時候呢 它會預理那個的通脹呢 是會更加厲害的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去預計一件事 很簡單 很快去到這裏呢 就是美國無限的QE 令到資金氾濫 資金氾濫呢 會引發一個通脹 那資金氾濫的時候呢 資金會落到這個商品 落到糧食裡 會更加出現一個通脹的預期 和通脹的壓力 那好啦 這些通脹的預期 通脹的壓力 也都因為 美元是QE 而去貶值的時候呢 令到很多新興市場 新興國家的貨幣升 那所以呢 這些新興市場 新興國家呢 面對著的雙重的打擊 第一就是它的貨幣升 第二就是它的通脹 有機會會輸入通脹 也都有機會會出現一個 幾明顯的通脹 那麼它就透過加息 去壓抑這個通脹 那麼到最後 可以不可以呢 未知 我們一路在講的 就是講的新興市場 我們看下一幅呢 你也都可以看到 另一個地方 那麼下一幅圖 那麼你另一個地方是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 是巴西的通脹 和巴西那個利率 息率的 那麼你會看到 藍色那條線呢 也是巴西那個通脹 那個情況的 那麼你也都看到 巴西的通脹 已經升了上去的 那麼究竟 它是不是土耳其 那麼升得那麼厲害呢 還沒有的 因為始終巴西 自己它一個很龐大的 糧食供應 好一點點 那麼所以呢 如果你沒有糧食供應 或者本身沒有 大宗商品那些的國家呢 其實是硬吃得很厲害的 那麼所以呢 如果大家明白之後呢 我就會跟大家講一件事 就是土耳其 它是出現一個 另一個危機 剛才那個危機 大家明白了 另一個危機是什麼呢 叫債務危機 那為什麼呢 就是剛才說了 當一些國家 長期是處於貿易赤字 即是它出口的貨品 是遠遠少過它入口的貨品 那麼它找數給人呢 是這些叫貿易赤字 好了 那麼當一個國家 長期出現貿易赤字的時候呢 它會有負債的 而當出現一些貨幣 突然貶值超過10% 然後突然之間那些資金走 突然之間你加息都吸引不到 資金再繼續留在這裏 或者流進來的時候呢 那麼它會出現一個危機 那叫債務危機 那麼好了 怎麼看債務危機呢 在2012年、2011年的時候 大家聽到很多的 那叫什麼呢 信貸違約調期 那那個呢 叫CDS的東西 那什麼叫CDS呢 我們去下一幅圖 可以輕輕地講解給大家聽 那這個CDS是什麼呢 這個是巴西的五年期的CDS 來的 什麼叫五年期CDS呢 如果大家想學的 就要聽著 所謂的信貸違約調期 就是當你買那個國家的債 的保險 那等於怎樣算呢 它的數字就是 你每買一千萬美元 那究竟你那個CDS多少呢 就是等於你一千萬美元 那個的保險費了 那就是可以 等一下有幅圖給大家看的 那現在可以講講呢 就是土耳其那個CDS呢 就是五年期的信貸違約調期呢 在過去那個禮拜呢 就是這個每一千萬美元 那個保險費 三十萬六千美元 升到去四十七萬六千美元 那就是告訴大家 升了五成金制 應該升了超過五成 那這個呢就是 我買一千萬的債 我給的保險金呢 是三十萬 那現在呢 我買一千萬的債 給的保險金呢 是四十七萬多 那就是告訴大家 那些人呢 是擔心那一千萬的債呢 還不到 那所以信貸違約調期 一升呢 往往都不是一個好事 往往都是反映那個市場 對於那個國家 那個債務的信心 那現在大家看到這個圖呢 是什麼呢 是巴西的信貸違約調期來的 那你看到它是升了的 好了 升了害不害怕呢 還沒有害怕 因為現在呢 就嘗試跟大家看一下 喂 不同的新興市場 有沒有這樣的危機出現 好 這個是巴西 下一幅圖呢 我們再看俄羅斯的 那俄羅斯呢 其實都害怕的 那你會看到 為什麼俄羅斯呢 近來呢 是會和中國呢 就是聯手 那其中一個東西呢 他們那個經濟壓力呢 都是有的 那你看到信貸違約調期呢 都升了上去近期的高位 那接著再看一個 就是看什麼呢 那下一幅圖呢 就是大家相對上 比較關心的 那就是這一幅圖呢 就講的是 大家看到中國的債務 中國的國債的信貸違約調期 那你看到呢 那早前其實是 的而是升了上去的 但是呢 和巴西一樣 還不用擔心 因為它始終呢 都不是高位呢 第一 第二 中國呢 也是一個很強大的 出口的 商品出口的國家 所以呢 它自己呢 也都有很多的農產品 所以呢 通脹那邊呢 還沒有夾到近身 但是有這個壓力的 那我看下一幅 下一幅呢 就是講的這個南非 南非同樣呢 也都是出現一些 近來急升的現象 但是呢 就沒有去到高位的 那都還是叫做 在Range Trade 就是Range Trade 就是在那個 這個空間裡 一個的 就是在Range裡面 買一下買一下 賣一下 這樣就不是想想落落 就不是說很誇張 好了 那最後那個呢 就是 那是意大利 意大利呢 近來也都升得很厲害 很誇張 一支箭這樣對上去那個 但是這些呢 其實大家要看下一幅 看意大利 這個就是意大利 你會看到它是升的 但是問題呢 它的交頭不算多 所以我們不用這麼擔心 最後那個呢 也都是告訴大家 升得最厲害的那個呢 就是 大家一直很擔心的那樣東西 就是講那個土耳其 剛才說的 突然間出現一個危機 就是那個土耳其的危機 好了 看完所有的圖之後 起碼告訴大家 一個東西 這次整個的短片呢 就可以跟大家說 土耳其的確是那個里拉 是由1美元對7.22 一度試過去到1美元對8.49 那這個呢 其實對於很多的投資者來講 是一個警號 OK 它不是一個災難 我們現在要開始講一個結論 土耳其的事件是一個警號 暫時未去到一個災難或者危機 但是這個警號呢 我希望大家 或者有投資開 有投資習慣的朋友呢 一定要留意 我們要留意 經常留意身邊的警號 或者所謂的sign 包括什麼呢 就是這次土耳其的小警號 它是換央行行長 它的里拉是急跌 它加息 加8厘幾 加到19厘 它的通脹都是有15% 加上它的外債是升了 所有的數字呢 其實是告訴大家 土耳其絕對有機會成為當年泰國的翻版 就是告訴大家 那個叫什麼呢 那個叫做亞洲金融風暴的翻版 但是這次的風暴叫什麼呢 你可以姑且 叫它做新興市場的風暴 但是這個新興市場的風暴呢 未來呢 未來 但是是不是開始已經爆呢 暫時都還未 但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件事 新興市場的風暴呢 其實那個警號響了 跟美國量化寬鬆 或者無限QE 是絕對有直接的關係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件事 當這個新興市場出現一個這樣的警號的時候 其中是會反射回去美國 特別是聯儲局的世界 喂 是不是可以再繼續這樣去QE呢 是不是可以再繼續 拜登說印19,000億 就印19,000億呢 那開始他會問這個問題 未必可以再那麼鬆手去印錢 也都未必可以再那麼鬆手去做那麼多事情 當然他可以的 除非他完全不理這個其他新興市場的死活 那你歐洲都可以做的 日本都可以做的 因為他們三大央行呢 做的所有事情呢 是會慢慢地反射在新興市場的世界 那當然啦 他會衡量一件事就是 喂 我不做的話 我先死 你就死後 那我不如立即做了啦 你死比我死 那第二件事就是 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究竟他會不會繼續再引錢 如果繼續引錢呢 第一個爆的呢 未必是美國本土 而是新興市場引發那個災難 是會直接去回美國那邊的 那所以無論是美國也好 歐洲也好 甚至乎日本也好 再繼續引錢的話 那可能呢 他新興市場那個危機呢 或者債務危機呢 或者新興市場的金融風暴呢 有機會在12個月之內 出現的 如果他這樣引發 那所以呢 兩個問題就是 究竟美國他們會不會再引呢 如果他不引的話 那那個美債的紫色夾上去兩厘的話 那他會不會就出現自己本土的危機呢 如果他再引的話 那他那個的通脹呢 是有機會失控的 那也都有機會呢 在新興市場出現金融風暴 那所以呢 現在那個局勢呢 是幾難去一概而論 也都幾難去告訴大家 哦 我做一些事情 去令到所有事情都開心 所有人都開心 是沒有這支國際場的了 同一時間呢 就說 哦 只是唯一一樣東西可以出現的呢 就說 究竟 可不可以買到時間 買到時間 哦 我這邊做一點點 你那邊沒有那麼大影響 好了 看完所有之後呢 大家一定要問一個問題 中國會不會受到影響 中國有沒有面對著同樣的壓力 特別是土耳其那個經驗的借鏡 哦 第一 大家要想一下 人民幣過去一段時間有沒有升值呢 第二 問的問題就是 中國有沒有一個通脹的壓力呢 第三 就是說 中國它那個有沒有一個加息的需要呢 因為大家要看到一件事 就是說 俄羅斯 巴西 都已經加 甚至乎土耳其這些呢 已經加了息的了 那為什麼呢 壓了通脹 那中國究竟是不是有一個通脹壓力 會不會加息 就算 聽到這裏 就算中國有通脹壓力也好 沒有通脹壓力也好 它加不加息也好 起碼可以肯定一件事 中國不是那麼容易 是減到息 或者其他國家不是那麼容易 是可以減息 所以未來的世界呢 開始進入的 我們不應該再憧憬 在一個減息的世界 土耳其的故事呢 告訴我們 未來的世界 是有機會出現通脹 和加息這個世界 好了 希望講完之後 看看肥沙 明白不明白 或者 想不到 可能肥沙 也想不到 喂 土耳其 這個國家 我自己就沒去過了 肥沙 去過美 土耳其這個國家 看電影就看得多了 九三 九十六小時 第三集 但是 想不到 它原來有機會 是受到美國的影響 也想不到 它原來受到美國影響之後 是會影響全球的市場 那這件事 大家要小心一點 可能有點像 1997年金融風暴 其實也不是先打香港的 也是先打泰銘的 打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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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就整個亞洲 全中了 還有我聽你這樣說 似不似算是一個 好像國與國之間 大家都 避免通脹的情況下的一個靈和遊戲 好像你動就影響到我 這樣的話 大家都不想輸的情況下 未來的走勢可能都挺痛苦的 大家似乎要多密切一下局勢 是的 不過 要提到一句 土耳其的里拉 其實它的升跌 其實是會引入輸入性的通脹 OK? 剛才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它貨幣貶值的時候 或者升值的時候 它都會在物價上反映出來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好啊 我們之前也有 住家財經也有影片說過這個 輸入性通脹的 如果有跟開的 我相信你們一定會明白的 如果沒有跟開的話 不妨找回之前的影片來看 講通脹的那些 你搜尋Canfin 或者住家財經加通脹 就會彈出來的 好 今天謝謝Joe 我們下次短片再見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我是Fanny Fanny Lee 多倫多地產經紀 服務大多區 已經超過15年了 所有關於房產的買賣 樓花、樓花轉的 你都可以隨時找我的 你可以WhatsApp我 我和我的團隊 是一定可以幫到你手的 我是CatsLab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從事房地產買賣和建屋 我的專長是根據不同客人的需要 為他們度身訂造最適合 適合他們的地產投資組合 如果你和我一樣 都這麼喜歡溫哥華 而你又有需要 可以打給我的